第一个是储量 你找到多少储量 这个是最重要的 有这么多储量就可以生产这么多油 你的底气就捉 储量里面最关键是可採储量 什么是可採储量 可能我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数字 我们找到的石油在地底下 有多少可以採出来 只有30%到40% 60%到70%是採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关心可採的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石油在山岩的孔屑里面 当孔屑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孔屑的猴度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表面张力的无势管压力 无势管压力 将石油死死地吸住 死死地吸住 你採不出来 你採出其他的办法 要作出其他方法 不至于全世界都这样 不是中国 30%到40%可以採出来 50%到60%是死在地层里面 要是死油 全世界都这样 不搞石油的人不知道 你找到的储量 60%至70%是死在地层里面 採不出来的 而想尽各种办法 想要提高 可以提高到60% 可採的部分是60% 还有包子40,是死在里面的 我们关心的,可财处量 到2013年初,我们的正如可财处量是多少呢? 24亿吨,24.5亿吨 然后世界第14位 我们的口袋里面有的储量,世界第14位 我们的产量第4位 这个很不相称的 你的储量只是第14,产量占第4位 如果这24亿吨的产量,每年采2亿吨 我刚才说是2亿吨,几年采完呢? 11年就采完了 这是很可怕的 如果我们的口袋里面剩下的储量 每年拿出来1亿吨,11年就采完 全世界是多少呢?全世界是57年 现在全世界剩下的储量 如果再不增加,再找不到新的 就靠现在剩下的,可以采57年 现在中国呢?11年了 你明白吗? 我们现在的后备储量严重不足 我们的后备储量不够 但是不用担心 我刚才说过 你这24亿吨再不找了 再不坑塌了,再不找新的 就剩下这些了 11年采完 但你继续在找的 我们现在最近十年 每年新找到多少呢? 找到很多油田 那些油田的储量增加 1.7到2.85亿吨 那你每年采多少呢? 我刚才说了 采2亿吨 所以入抵出 入抵出 每年新找到增加的 比你每年采出来的多 2.85亿是1.7亿吨 我每年采出来的1.7到2.1 所以就靠新增加的储量 我们都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因为每年新找到很多油田 这个很重要 那天然气的情况比石油好些 它的可彩储量是3.1万亿 那每年采多少呢? 刚才说1,200亿 1,200亿除了3.3万亿 可以采29年比油好很多 但是它仍然低于全世界的平均值 全世界是多少? 56年 可以采56年 我们现在只够采29年 但是仍然是这样 我们还不断地去找新的油田 每年还在找很多新的汽田 所以每年增加的储量 是这么多 2,000至3,000 采出多少? 采出1,200亿 大大有余 入、抵出 虽然也不用太担心 第四个是说资源 什么叫资源? 资源就是各种地质方法 根据油田实际取得的资料计算 你这个国家 应该最终找完之后 可以找到多少? 其中包括已经找到的 红色的部分 这部分是未找到的 但是应该有的 因为它是根据科学计算出来的 应该有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如何? 第一 中国的石油的可采部分 的资源量占了233 居世界第七位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都是前十名 前十名 所以我们的资源也不算很少 但是我们注意到 这一部分 未找到的部分 占了很大 全世界的平均 占了五分之一 我们占了百分之四点八 所以我们找到的部分 只占了百分之三五 我们现在处于坎探的中期阶段 尤其先找到百分之三五 还有百分之六十五 还未找到 所以处于一个坎探的中期阶段 潜力很大 但是难度也很大 为什么难度很大呢? 你找了六十年 他们在产生的资源 尤其是毁阶段 我有个问题 所以变定淡い 甚至乱的摄射 各种 enduring事情 那么大 了解 所以剩下的部分就比较少了 天然气的情况又是更好 我们现在的天然气的可彩资源量 有32.4万亿 世界第五位 就是说又比石油好一点 天然气又比石油好一点 现在资源的探明率只有8.12.7 找到的储量和改出来的一共只有8.12.7 未找到的应该找到的就是87% 所以上处在探探的早期的潜力更大 好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中国的石油资源是世界第七 目前是世界第四彩油大国 中国绝不是贫人国 但是目前后备储量不足 跟着现在有的储量只够採11年 还要努力探探增加可质储量 第二天然气的情况更好一点 资源量是世界第五位 产量是世界第七位 近年来大发展 每年新增加 第三 石油的探明率3.35% 天然气的探明率1.12% 分别处在坎探的中期和早期 发展的潜力更大 第四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 石油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 石油对外的依赖程度达到57% 必须充分利用两种资源 国内和国外 制约拥有 确保国家安全 下面我讲第二部分 讲一下中国石油自然发展的简单历史 古书记载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自然的国家之一 并如公元一世纪汉书地理智